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毕卡索吉他,弦上的立体主义 2. 音乐之声电影《阿尔卑斯山的歌声》 3. 高庚塔西提女人,热带的色彩幻想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毕卡索吉他,弦上的立体主义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位艺术界的摇滚明星毕卡索和他手中那把能弹奏视觉交响曲的吉他 毕卡索,这位西班牙的画坛坏小子,不仅改变了20世纪的艺术风貌 还让所有的几何形状都跳起了华尔兹 当我们谈到毕卡索的吉他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场视觉革命 这不是一把你可以随意拨弄的六弦乐器,而是立体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作品 这位大师在1912年创作了一个立体主义的纸板吉他 这可不是普通的摇滚吉他,而是一个将物体分解再重新组合的视觉器官 立体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要把事物立起来,让他们在多个维度上跳舞 毕卡索和他的好搭档布拉克,Zord Brake,就像是两位魔术师 将平面画布变成了一个可以探索深度和空间的舞台 他们不满足于单一视角,要让观众同时看到物体的前后左右上下 这简直是对传统透视法的一次叛逆 毕卡索的吉他就是这场叛逆的产物 他不仅在画布上创造了吉他,还用木头,金属,线和其他材料制作了立体的吉他雕塑 这些作品打破了传统艺术的界限,让吉他不再只是一个乐器 而是一种全新的语言,一种可以触摸到的音乐 想象一下,毕卡索在他的工作室里手持剪刀和胶水,就像一个孩子般玩耍 但他玩出来的不是纸飞机,而是艺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他的吉他不仅仅是一个物体,它是立体主义的一次大胆宣言 是对传统美学的一次挑战,是艺术家对于创造力无限可能的一次展示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毕卡索的吉他时,不妨想象一下 这位艺术界的摇滚明星正站在那里,用他的画笔和创意 为我们演奏一首视觉上的摇滚乐章 而我们,就是那些幸运的观众,能够欣赏到这场跨越时空的视觉音乐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音乐之声电影《阿尔卑斯山的歌声》 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 这部1965年的经典电影,不仅是一部音乐电影 它更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快乐制造机 当你听到那首著名的During Me,不自觉的你的嘴角就会上扬 甚至可能会有一种冲动,想要在最近的山坡上旋转几圈 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讲述了玛利亚,由朱莉,安德鲁斯饰演 这位活泼的修女候选人,如何成为了奥地利海军上校逢特拉普 由克里斯多夫·普鲁默饰演的七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并最终成为他们的母亲 这部电影的背景,设定在1930年代的奥地利 就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阿安什卢斯·前夕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玛利亚第一次在阿尔卑斯山上唱歌时 如果有一位登山者刚好经过 可能会想,这位女士是不是迷路了 或者是山上的氧气不足让她产生了幻听 但不,她只是在用她的歌声与大自然对话 电影中的音乐和歌曲是由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 《汉莫斯坦二世》这对黄金搭档创作的 当你听到音乐之声的旋律时 就像是阿尔卑斯山的风吹过你的耳边 让人感觉清新而振奋 这些歌曲不仅捕捉了角色的情感 也成为了无数家庭和朋友聚会时的卡拉OK首选 而且,这部电影还无意中成为了一个旅游宣传片 自从电影上映以来 萨尔茨堡的旅游业因为这部电影而蓬勃发展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往这里 希望能亲自体验那些令人难忘的场景 有些人甚至会穿上类似电影中的服装 试图在绿油油的草地上 重现玛利亚的那种自由奔放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 电影中的逃亡情节比真实故事要戏剧化得多 现实中的冯特拉普家族是乘坐火车 而不是徒步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意大利的 如果他们真的像电影中那样走山路 他们可能会走进德国的怀抱 那可就真的成了音乐之声的悲剧版了 总之,音乐之声是一部让人感到温馨 希望和勇气的电影 它证明了音乐,爱和家庭的力量 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而阿尔卑斯山的歌声 至今仍在我们的心中回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高庚塔西提女人热带的色彩幻想 好的,让我们一起潜入保罗 高庚那迷人而异国情调的画作 《塔西提女人》中 这幅画不仅是色彩的狂欢 更是一场文化的幻想之旅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位画家 保罗·高庚 他是一位法国后印象派画家 不过他的职业生涯开始得比较晚 而且他的艺术生涯 充满了对于文明的逃逸 和对原始生活的向往 高庚在1891年第一次前往塔西提 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 未被工业化污染的乐土 一个纯净的地方 他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创作 当我们看到塔西提女人时 我们首先被那些鲜艳 几乎是震撼的色彩所吸引 高庚使用了大胆的色彩对比 和强烈的色彩饱和度 来表达他对塔西提热带风情的感受 这些色彩 从热情的红色到深邃的蓝色 从温暖的橙色到宁静的绿色 他们在画布上跳舞 彷复在说 忘掉你的灰色办公室 来这里享受一下真正的生活吧 但是 这幅画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 高庚并不是在描绘一个真实的塔西提 而是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 几乎是神话般的世界 这些塔西提女人 她们的姿态悠闲 表情神秘 似乎在邀请观者 进入一个更加原始和和谐的世界 但这个世界 其实是高庚心中的幻想 是他对工业化欧洲社会的一种逃避 有趣的是 高庚在塔西提的生活 并不像他的画作那样 充满色彩和乐趣 实际上 他在那里经历了疾病 经济困难 甚至与当地的殖民政府发生了冲突 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止他 创作出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作品 这些作品让我们至今 仍然对那个遥远的热带天堂 充满了向往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塔西提女人时 不妨想一想 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画面 它还是一个关于逃避 寻找和创造理想世界的故事 高庚可能从未真正找到他心中的乐土 但他确实在画部上创造了一个 而这个世界 至今仍然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和梦想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了 毕卡索的吉他 音乐之声电影 以及高庚的塔西提女人 这些作品都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意义 它们不仅是艺术的结晶 更是艺术家对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展示 毕卡索的吉他 带我们进入了立体主义的世界 这是一场视觉革命 让我们同时看到物体的多个维度 而音乐之声则是一部充满爱与音乐的电影 它证明了音乐和家庭的力量 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最后 高庚的塔西提女人 让我们沉浸在色彩的狂欢 和对理想世界的渴望中 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 看到艺术的力量和影响力 它们不仅能够带给我们乐趣和美感 还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启发我们对世界的思考 所以 无论是在艺术馆里欣赏画作 还是在电影院里观看电影 让我们都能够打开心扉 接受这些作品带给我们的启示和启发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 请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想法 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世界中交流 一起探索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